我只能简单说一下,我本人是搞电影的,我们上海电影制片场,后来叫上海电影,我是干这个活的,我呢是学的是编剧,上海戏剧学院,你知道吗?学这个编剧的,我就当这样。 后来呢,我眼睛疯了,我就看电影,我就要请一个,我参加了,我们上海也就叫盲人协会,就是所有的盲人组的一个集体,我们要把六十年,就是我们中国建国六十年嘛,要把那个盲人历史写下来,我就当了这个编写的一个志愿者,那么好多盲人,在这个时候, 我记错了,许多许多的盲人,他们认为我原来搞电影,但是希望他们要帮助他们把能够走进电影院看电影,就当时呢,在国内呢,我们国内呢,对盲人看电影呢,谁认为是个不可思议的事,盲人没有视觉,怎么去看视觉艺术的电影呢,不可能,所以好多人不理解,更不支持,所以我零六年,是想有了,但是, 没有人支持我,一直到零七年,才慢慢慢慢我们召集了一部分盲人学电脑的一些人,我们又忙,你们,等下你们这里怎么样,我们又通过这个多屏软件啊 我们是通过一个护士,他在哪个医生的那个屏幕,在提供一个人的手帐 我们这些人的营业也比较多,那些不乖乖的一些,小Effect啊,在这种 SOY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乘客在这种营业里面,那边有个学生,信物在这种赛事上 美人是在这里有一部尾 damn 있습니다 Lady compliment,也许是说这种冷的 富有朝气 特别是我要感谢我们的赖主席 还有黄主席他们 为我们四张人士 创造了这样好的条件 让我们没有势力的人 也能够看到视觉艺术的电影 他们为我们排除了障碍 把我们带进了社会 走向了新的文明世界 我们感谢他们 我们希望中国的盲人兄弟 和马来西亚的盲人兄弟姐妹们 是一条心 是一个愿望 都希望把我们的生活 搞得更美丽 更幸福 来 接下来 笑出了一个男的 我叫你 他在聊破 他在聊破 月报 月报 你们好厉害喔 真的 大家说一个感受 大家说一些感受 最长的 其实我刚才从头到尾 我是很想要戴那个眼罩看完的 但是最后我还是发现 第一我做不到 因为真的真的还是会想看 因为十年前拍的 然后还想要再重温 看一下当时 然后就有很多很多画面 所以一直很不专心 我一戴上眼罩就很不专心 因为我就会想到 当时拍摄的一些情景啊什么 所以我最后还是拿下来 拿下来才能专心的去看